民进党将民众血汗前拿去美国进贡 没有让台湾社会丝毫受贿 反而令区域局势紧张升级 换来吃不完的亏 埋不完的单 填不满的坑 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桩反贪腐案件 意外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 案件的主角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 调查人员在搜查梅内德斯的住所时 发现了藏在衣服和衣柜中近50万美元现金 和价值10万美元的金条 而据前民代蔡正元爆料 梅内德斯对民进党当局勒索时 一开口就是88架波音客机 有媒体指出 波音客机卖给美国航空公司通常会打折出售 单价最低的还不到3000万美元 而卖给台湾却超过3亿美元 这其中的巨大利润 给美国政客提供了可上下其手的空间 但就算民进党当局全面倒向美国 为美马首是瞻 88架波音客机的天价大单 终究无法一口吞下 最终在民进党强力政治介入下 原本不需要购买波音客机的中华航空公司 被迫采购了29架 整个订单价格将近100亿美元 折合成新台币将近3000亿 更令台湾社会气愤的是 就算民进党当局 甘心当冤大头 被美国政客狠载 但由于29架客机的数量 与梅内德斯开出的88架存在不小差距 依然遭其翻脸惩罚 删掉了不少军援台湾的项目 蔡正元指出 美国国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金钱交易所 权力是论金称两在买卖 好听一点是所谓自由民主 难听一点就是自由市场 所谓友台参议员 不过是锁台代名词而已 梅内德斯涉贪 已经不是台湾金援外交第一次翻车了 今年4月 民进党当局为威地马拉原建德医院 也爆出贪腐案件 涉案金额达860万美元 不仅损害台湾人民的实际利益 而且成为助长有关国家腐败的温床 目前被爆出的这些避憾 只是台湾当局孝敬美国花费的冰山一角 民进党当局到底还挥霍了多少台湾人民的钱 用于此类活动 恐怕其根本不敢完整公开相关数据 美国政客无力不起早 他们嘴上大谈主意 背后全是生意 民进党为了在岛内洗脑民众 吹嘘得到所谓美国支持 将民众血喊钱拿去进贡 但没有让台湾社会丝毫受贿 反而令区域局势紧张升级 换来吃不完的亏 埋不完的丹 填不满的坑 离谱至极 可恶至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